秀林湘公所一圆明会韩文晚间在水源多功能活动中新举办了 莲花伊甸园礼仪公司花莲县秀林湘下水源段 345地号骨灰还存放的设施部落智商同意行使全会议 乡长王玫瑰、县远田运新还有多位的代表及村长 都到现场一起来关心 而这次智商同意行使全会议 秀林湘公所一圆圆明会、花莲县政府以及建制裁员韩文办理 骨灰、骨骸设施合法设施智商同意会议 然而部落会议主席自受到同意事项通知之后 而超过两个月并会召开部落会议 一圆明会智商取得原住民主部落同意参与办法 第15条的规定由秀林湘公所代为召集 而这次智商同意结果因为参与加户未过半 会议结果为留会 今天部落会议主席不召开部落会议 7月他有权利申请召开部落会议 他有权利喔 不是说我部落会议我们不开了 但是7月他有他的权利喔 所以7月来申请的时候 我们会依照规定 几天几天 那个哪 程序哪 我们就知道这个程序走了一遍 之后今天才会这边开会 所以你们不要怪公所什么黑枪作业 我还是要再强调 应该这件事情 部落会站了很重要的位置 把主导权拿到部落来 跟7月1天员对话 你们就是不开嘛 你不开连公所来代表召开 这是合理的 如果真的可以 部落会主席 召集部落会一干部 就面对1天员 是不是共同来对话 告诉1天员说 我们的部落是完全不同意 不是完全同意 多数同意或少数同意 把答案找出来 好今天又是留会 我们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的部落的 我们的村长 还有我们的代表 因为这个悬太久了 有那个话 飞来飞去 我们真的在位者 真的是蛮受伤的 话太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 这个事情 我们要一起面对 新闻下来我们可以表示 凶乡公所第一线服务 乡亲各部门单位 这次经过警察院 远民会 县府等上级单位 含文指示 预计召集辅导 水源部落进行諮商 取得 云术民主部落 同意的会议 而这次 为了捐据乡亲们的权益 依法行政的宗旨 全力协助 并且辅导部落 召开同意行事会议 会议决议者的结果 绝对尊重部落族人们的决定 并且转由主管接官吐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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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